朝鲜站着住的长津湖和水门桥分别位于哪里? 看地图一目了然,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朝鲜位于东亚朝鲜半岛的北部,首都在平壤。 领土面积约12.3万平方公里,人口大约2500万。 南部与韩国相邻,北部与中国和俄罗斯接染。 西林黄海与三顿半岛隔海相望,东林日本海。 1950年11月27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军, 向美陆战一师,近美七师发动了全面进攻。 长津湖之战正式拉开帷幕。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上, 是朝鲜半岛北部面积最大的湖泊。 湖面海拔约1060米,湖周边崇山峻岭,人际寒至。 这里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,冬季气候严寒。 最低气温可下降到零下50度左右。 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经过一周的惨烈激战。 志愿军形成了包围态势,美军节节败退,拼命突围。 力图从长津湖以南撤退到新南港。 四角下方,红色箭头方向就是他们的撤退方向。 而志愿军则层层击,反复截杀,力图扩大战股。 找机会给予美军致命一击。 半天飞雪中,美军开始向南拼命的撤退。 试图跳出志愿军部下的包围圈, 从牛潭里到星星里,到夏节雨里,再到古土里。 到处都是中国志愿军的埋伏和主机, 白天凭借飞机和坦克的掩护。 美军猛打猛冲,拼命向南突围。 而到了晚上,志愿军就趁着夜色反突击, 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阵地再抢回来。 然后在听力案以后,拼命阻挡美军的进攻。 战斗最激烈的一天,美军一整天也只撤退了500米。 而且美军不可疑似的北极熊团最终被全歼。 北极熊团是美国陆军步兵第七师三十一团, 美军陆军最尖锐的部队之一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 三十一团成功地攻入了俄国的西伯利亚战功显后, 被美国总统乌德罗·威尔逊授予北极熊团的称号, 并亲自授予了北极熊旗。 当时美其师还把三十二团一个营, 师储炮兵营和一个坦克分队拨给了三十一团。 所以三十一团当时其实是一个装甲加强团, 共有3300人。 如今被缴获的北极熊团团旗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, 北极熊团也是朝鲜战争中四院军唯一曾建制歼编的一个团, 它的覆灭加速了美军的败退进程。 而水门桥就是美军败退途中的必经之地, 生死之桥。 四角下方这里就是水门桥, 水门桥位于朝鲜咸进南道的谷土里以南5.6公里, 距离美军后方补给基地新南港又14公里。 水门桥长约8.8米, 宽度仅容了一辆汽车单行通过, 横不起眼。 然而它的战略位置却极为重要。 水门桥以北的山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, 而以南的海拔陡然降低。 而且第四变得平坦开阔, 撤退的美军将得到新南港美军舰队强大的火力增援。 所以, 这场追击战的关键点就是水门桥。 美军逃过了水门桥就相当于逃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圈。 所以志愿军不惜代价, 不怕牺牲, 英勇杀敌, 三次炸破了水门桥, 极大的威慑了美军。 不过, 可气的是美军修复能力脚强。 在我军第三次炸毁水门桥以后, 美军下令日本三菱重工, 连夜赶制出了八套标准的桥梁钢材, 并且动用八架C-119运输机, 从日本运输到1000公里以外的朝鲜半岛的水门桥上空, 进行了空投。 经过一天的修复以后, 美军便在被炸毁的水门桥上, 重新架设起了一座可以载重50吨的桥梁。 美军所有的重型武器, 包括坦克等都可以过桥, 最终逃至111。 他们迅速通过水门桥以后, 还立即将桥梁炸毁, 使得志愿军再无法继续乘胜追击。 这场战役意义重大, 如同电影李志愿军战士说的一样。 我们打了这一仗, 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打仗。 让我们一起珍惜如今的和平生活, 因为他们是英雄们为我们打拼出来的。 致敬我们可爱的志愿军战士。 好的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